原标题,美国狮子大开口,这一次又把刀子对准了台湾。 作者,张义。图片来自网络,虽然美国总喜欢利用军售方式,来向台湾做出种种所谓支持性暗示,可美国售台武器的坑,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 从出售报废装备,到拆卸掉电子系统的军舰,几乎每一笔交易都是敲鼠杠,甚至连台媒自己也经常自嘲为凯子傻子军购。 后,近日,台湾方面又要从美国后入侵战机,结果报价一出,连被坑习惯的台湾当局都吓一跳。 1月4日,观察者网园引台媒报道透露,台湾方面近日已经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协议,增购数十架F-16V战机。 然而,当马丁公司将增购战机的报价,提交台湾当局时,让以上被台媒粉刺为凯子军购的台湾当局都惊讶不已。 每架F-16战斗机2亿美元,如果在台湾组装,还要再增加5000万额外组装和酬劳费用。 台湾当局是去年11月前后,与美国达成增购协议,在原油订购基础上多加热16架F-16A战斗机。 而当时,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油手起到很关键作用。 参照2017年美国向巴林出售19架F-16A战斗机的价格,单价为7000万美元,算上各种服务和零备件,平均售价,大概相当于1.4亿美元以下。 理论上,如果台湾采购数量更多,且不必采购很多已有的地面支持设备或零备件的,那么价格,应该还能更低。 但美国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敲诈台湾的机会。 马丁公司的报价,不仅严重超过该型战机实际价值,还大大超过台湾方面承受能力。 而最有趣的是,该型战机是F-16升级计划的产物。 当年参与计划的各方,最终只有台湾方面坚持到最后并支付所有科研费用。 结果,美国如今将台湾掏钱研发的战机,以国际最高价,当前卖给台湾。 对于美国售台武器高价的原因,台湾方面认为,是马丁公司连续失去多项美军武器招标,所以,刻意增加售台武器价格。 不可否认,马丁公司在推高价格方面,确实有不可推信责任,但美国售台武器核实价格低过。 其根本原因,还是美国对台军售态度。 除政治因素外,美国长期保持对台军售的重要原因,还在于将台湾当作飞行武器回收战,如何把马实气推动的向台湾出售四艘先进的佩里吉护威剑。 可据台湾海军人士透露,即将出售的军舰中,泰勒号刚刚出过严重事故,大手和车业已经遭受损害无法使用。 埃尔罗德号并连退役,板前系统早已不堪使用。 卡尔号则干脆是已经退役军舰,基本处于报废状态。 想对条件好一点的盖瑞号,要被拆除拖曳式受阻声纳。 很显然,这是一次废物大拍卖,面对美国的敲竹杠,台湾方面可谓心知肚明。 即使如此,台湾还是要往坑里跳,因为台当局一。 只幻想能用大量保护费换取美国的真心支持,因而每个对台军兽时,台湾当局都是在明知被坑的情况下,依旧表现得欣喜若狂。 殊不知,台湾想以真心换真情的想法,只是一厢情愿。 美国不过是把台湾当成无限期垮击,即使真正的傻子在被骗很多次后,也应该逐渐有清醒认识。 可台湾当局被反复敲诈后,不仅不痛便私痛,果断停止这种激行的军舍活动,反而经常主动迎上去,欢迎美国来敲诈。 如此天赋支持的态度,自然使得美国的支持价格水涨成高。 若台湾当局依旧执迷不悟,那只控套光,所有家底,也填不满美国挖下的坑。 何而言之, mail旅行的轻乱。 아닐账。 作词。 词。